神乎奇迹的古代蒙宠寻花书 于下写 狗读书 哈拉上学 老鼠演戏 青蛙唱曲 清代诸相 文件偶录中有一则 蛙叫书 说是从前有一个外地来赶集摆摊的老头 人们都不知道他姓什么 叫什么 只在急镇上露了露头 就不知道哪儿去了 他那时常到电视的柜台上表演自己的把戏 演完之后就离开了 据集镇上居住的古戏老人回忆说 这个老头长得又干又瘦 黄眼珠子 左塞 黄胡子稀稀拉拉 身穿一件灰色长袍 举止十分斯文 道相的教书先生 这个老头上场时总带着几样道具 一个大罐子 一个小罐子 一个细不二的评测和一块长方形木板 开场后 他把木板平铺在地上 先将大罐子口打开 嘴里头念叨着 到时间了 该上学了 这时人们就看见从大罐子里爬出一只大蛤蟆 跳到木板上便蹲立在中间 昂着头向到高傲的先生正在讲台上 老头又拿过小罐 打开罐子口而后又说 快上学了 先生都来了 学生怎么还不来上课啊 这时只见从小罐口处 以此蹦出八只小蛤蟆 爬到木板上 面对大蛤蟆 以此排成两行蹲下 等小蛤蟆蹲好了 老头又说 老师该教学生念书了 再看大蛤蟆 仿佛听懂老头的吩咐一样 张嘴刮地叫了一声 小蛤蟆随着起声叫一声 若此这般一叫一答 此起彼伏 真跟老师教学上 试得整齐幼稚 就这样叫过一阵后 老头喊了一声 到时间了 该放学了 这时 小蛤蟆先起身 依此蹦跳着爬回小罐里 大蛤蟆见小蛤蟆都系了罐子 他才慢慢悠悠地起来爬回大罐子里去 就在人类在四周纷纷惊叹不已的时候 老头又拿过细布尔瓶子 打开盖子后嘴里喊 快出来排队 上操了 只见从瓶子里爬出密密麻麻的黑黄两色蚂蚁 老头一边喊着 别乱 快排好队 听着 立正 看齐 老头一边下着口令给蚂蚁 一边用手撒些小米 只见混杂在一起的无数只黑黄两色蚂蚁 按照颜色 很自然地排成两队 其两队中绝对没有一只混杂期间的蚂蚁 过了一会儿 老头又喊道 该是我操了 于是你看吧 原本整齐的队伍顿时乱成一锅粥 你整我爬地又回到戏布尔瓶子里 老头的表演在古代属于弄虫蚁的范畴 古代的飞行走兽 昆虫林界 统称为虫蚁 所谓的弄就是调教 语情的意思 弄虫蚁 即养训动物的巧说 古代中国的虫蚁千种外样 小到蚂蚁 大到虎豹 许多看上去简直不能调教的动物 却完全可以调教得稀如人意 如田一横 流青日闸所言 鸟中的蜡嘴化眉 手中的虎孙狗骂 虫里面的蝼蚁 虾马 乌龟都可以用来游戏 唐代还有让刺猬在古约节奏下最大的戏法 以及从猪筒里爬树分为两队 辨镇核战队 蜘蛛战队 综合来看 古代中国的弄虫蚁 和分为四种类型 一种是为王公显贵消遣享乐的弄虫蚁 早在周代 周理下官上就有福布士等官职 专门负责教导虫鸟 野兽表演戏法 弄虫蚁 自周代开始 就在王公显贵阶层中流行起来 很快 春秋战国的卫义宫养训了仙鹤 甚至可以进退有节 听音乐而舞蹈 秦汉宫廷 流行皇宫故事 皇宫是一位以上眼驯服老虎的 惊险节目而闻敏了一人 西京杂技叙说鲁公王后斗鸡 鸭吉鹅艳 杨孔雀 奉骨一年费二千十 这都从侧面证明了 自秦汉以来 弄虫蚁已有相当的规模 为王公显贵服务的弄虫蚁 还经常在庆典活动中出演 看待理由 平月官府中就有池成白马 有先嫁去 胡缅经走 秦路六 白象猪手等壮观场面 所以 历代政府都很重视 清代宫廷中 为欢迎西方人而举行的宴会上 就用经过训练的老鼠表演 把两只用细链条拴在一起的老鼠 按主人的命令把链子缠结起来 然后解开 这种特技老鼠 的确出乎人的意料 只观看的俄国人 伊台斯伯兰德由衷赞叹 这些卑微的动物的表演 是我看过的表演中最惊人的老鼠 所能表演的远不止这些 在民间 版戏记忆中的调教老鼠 成就更是惊人 清代的苏州玄妙观 有一个山东人表演的鼠戏 将一个高约两米 形状如同散盖的木甲放在地上 架子里有一个类似戏场的地方 十多只老鼠盘踞在当中 还挂着圆圈及各式刀枪等玩物 罗毅想这些老鼠便上演各种戏剧 有李三娘挑水 孙悟空大脑天宫等 他们还能用爪抓住竹子刀木枪 旋转捂弄 将老鼠调教的上演戏剧 这是为了勾起人们的欣赏兴趣 但也确实不易 而前面提到的老头了眼 蛤蟆教书 蚂蚁排队则有很多记载 如同元代陶宗以南村绰庚路中 既有一只大青蛙 叫八只小青蛙上学念寿一样 清代元梅在子布语中又记述了一个乞丐 调教了这样的蛤蟆戏 台子上放一把小木椅 大蛤蟆先从乞丐身上所配的布袋中跳出 坐在小木椅上 急着八只小蛤蟆从口袋中相聚落地 魂奏在大蛤蟆周围 济然无声 直到乞丐喝一声 叫说 大蛤蟆便开始咯咯叫 八只小蛤蟆都跟着大蛤蟆咯咯叫起来 大蛤蟆叫几声 小蛤蟆就叫几声 如同献上教学生 乞丐突然说停 这些蛤蟆全部安静下来 看来直到清代中后期 此类弄成细法还是很多的 直到光绪庚子年间 在北京的天桥 还可以看到一位六十多岁的老者 用一大把小 九只青蛙做的这种 老是给学生上课的表演 更为奇绝的是 普松明在聊斋志意中曾记述过 北京的集市上 有人携带了一个带有十二个孔的木盒子 每个孔里面装了一只青蛙 这人用细棍子敲啊的头 青蛙就会鸣叫 如果看不出钱 他就会在青蛙头上乱敲 青蛙们就会演奏歌曲 跟行家用乐器弹出的曲调一样精确 清代许乐 《见闻录奇迹》里也说 有人带着一些蛤蟆做表演 小的蛤蟆有二十四只 大的就一只 他让蛤蟆们按照乐曲的高低快慢来拍打节奏 每个音节都准确无误 他把这些蛤蟆放在一个袋子里 然后用一张大方舟摆好 把口袋放到桌子上 那个大蛤蟆就自己出来坐在中间 小蛤蟆则左右各排十二只 按顺序站好位置 然后这人根据乐曲来敲锅 蛤蟆们发出的声音跟着节拍 一点也不乱 清代点石斋画报 又有一幅蛙西 使人们了解到 浙江象山 宁海一带 有一岳羊蛙人 踏舞洞黄 绿两面小气 只会十余只黄色和绿色的青蛙 可以随意唱一二首山歌塑调 主人拍鼓的咚咚声 与格格的蛙叫声 就像互相应答一般 复杂的乐曲 用什么样的方法 才能使挖感应 并适用自如 其内在奥妙 真是神秘莫测 可训扬者 却把它呈现在观众面前 这显然是出于满足人们 习惯了起的心理 正是在这种目的驱动下 这些表演者 敢于标新立异 创造出了许多奇迹 据徐科 清白类超当中介绍 光细年间的台州 有人教一条狗学说人话 历经十余年 这只狗不止学会说话 竟然能够读古书 表演时 围观者取一本礼界 狗照着读谈工篇 以字不差 又取出周易 让狗读戏词传 也非常纯属 这狗读书的声音非常响亮 只是发音偶尔显得稍稍强硬 不能像人说话一样流利便捷 然而谈工 细则传这些文字 都是凹牙鸡区 补一伤口的 可是这狗却被调教得 可以流利的读下来 还有更难的是 清代猪眉书 埋优姐所记载的 蚂蚁战章 一个人用两条竹管 续养了红 白两种蚂蚁 表演前 曲疏红摆两面小纸旗 插在几岸上的东西两面 然后再去掉主管的筛子 分别放在几岸两边 再对着主管的口头弹几下来 蚂蚁随即出动 排列成队形 来到旗子下面 排列成阵形 表演者再拿出一面小红纸旗 做出指挥的样子 蚁群就纷纷发起进攻 两军交接 蚂蚁们就举起脚 扑到对方 或用头顶住敌方要害 盘旋进退 都符合兵法 战斗一阵过后 就会有一方开始撤退 就像溃散的军队一样 乱哄哄 而另一群蚂蚁 则会乘胜追击 完全是战胜者 追逐败军的模样 得演者又挥动小黄旗 战胜的蚂蚁便退回来 按刺去爬入主管 另一群战败的蚂蚁 也落一本来 乱作一团的争相入管 这种难度极大的弄虫蚁 还有许许多多 如汉代的迅蛇 迅骆驼 迅虎 迅猴 唐代的韩志和 续养红色神虎 能够随声音变化 来模仿旋律 还能创作出自己的智语 宋代的鱼跳刀门 使唤风蝶 雄翻金斗 驴舞这只等等 都是弄虫蚁的组成部分 值得继承和研究